朋友们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话题 已经有一些小区成功辞退物业 新兴之火可以燎原 朋友们这几天 许多买了新楼的业主们 纷纷请求取消物业 坚决抵制物业的高收费乱收费 账目不公开 私自侵占本属于业主的钱财 几乎到了口诛笔伐的地步 那么近日新华社也凭物业 小区公共收益不能账目不清 成了活动账 作为小区的服务企业 却成了小区的实际控制人 对于本属于全体业主的公共收益 巧取豪夺 注意新华社的用词是 巧取豪夺 社区大家管 不能超越当大家 物业职责要丁亲 监督部门要作为 物业管理是管的是物品 服务的是人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看到新华社都出面来说这个物业的问题 足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我们看到成都某小区 召集全体业主 召开业主委员会 决定辞退了原有的物业 实现自治 物业费降到了五毛钱一平 停车费降到了六十元一个月 比原来便宜多了 无独有偶 除州市一个小区 也是召开了业主大会 决定辞退物业 实施业主自治 物业费降到了五毛钱一平 停车费更是降到了五十块钱一个月 是不是我们在视频当中都看到不管是成都市还是除州那个地方 只要是成立了业主委员会或者是召开了业主大会 都能够成功的辞退原有的物业 实行居民自治 那么那个物馆费和停车费降到了很低的地步 你原来比方说二块五一个平方米的 现在降到了五毛钱一个平方 你说这个物馆费这个降幅有好大 我们大家能不喜欢吗 另外我们的新民法法典也做出了新的规定 即使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地方 只要是小区业主过半的同意 就可以辞退或者更换原有物业 我们很多人认为 只有成立了业主委员会 才能够换掉或者辞退掉原有物业 不是这样的 现在新民法法典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 只要是全体业主 只要一半过半的 只要一半以上的业主同意 就可以辞掉或者更换原有物业 我们来看 我先和做的不好的物业公司道歉啊 别怪我 要怪就怪今年生效的民法典 目前国内一半以上的小区的业主队 物业服务都满意 但是全国的业主委员会 成立的比例不到30% 其中能正常工作的不到7% 所以即便物业公司服务不好 也没有办法更换物业公司 大家也知道 成立业主委员会 很多单位会给设置很多障碍 想成立不经过9981难 也想顺利成立 即便斩妖除魔 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之后 也都被物业公司给招安了 想换掉不好的物业公司 简直比登天还难 现在好了 民法典生效后 不用业主委员会 也能更换物业公司了 根据民法典第278条第四款 双过半的业主签字同意 就可以解聘老物业了 根据民法典第284条 业主可以自行管理建筑物 以及附属设施 也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 或者其他管理人管理 会建设单位 聘请的物业服务企业 或者其他管理人 业主有权依法更换 根据民法典第940条 不用业主委员会 破新的物业公司签署合同 业主签署的也是有效的 根据民法典第946条 业主可以采用的共同决定 来解除物业服务合同 有人说了 即便业主解除了合同 物业公司就是不走 怎么办呢 根据民法典第949条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 原物业服务人 应当在约定的 期限或者是合理的期限内退出 原物业服务人 违反前款规定的 不得请求业主支付物业服务 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 造成业主损失的 还得赔偿损失 只要解除了物业服务合同 你不走可以 但是业主再也不用支付物业费 民法典第287条 业主合法权益的保护 业主对建设单位 物业服务企业 或者其他管理人 以及其他侵害业主 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 有权请求其承担民事责任 业主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我不知道上面说的各位能不能听明白 但是总之一句话 物业公司只要干不好 不需要有业主委员会 也不需要叫开业主大会 做出决议 只要一半的业主想换掉它 是可以有法律依据 如果他不走 除了不用再给他缴纳物业费了 可以让房地产主管部门 对他进行处罚 而且还可以到法院 要求他强制撤离 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新的民法典 给我们指出了光明道路 即使是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地方 只要小区业主有一半的同意 那么就可以更换或者辞退掉 这个原有的物业 实行居民自治 或者更换物业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 我国现在的所有全国的小区 只有30%有业主委员会 有些业主委员会 被这个物馆收买了 或者被物馆招安了 他们从物馆穿一条裤子 合起来欺压老百姓 我们现在新的民法典就指出了 即使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地方 只要全体业主有一半以上的签字同意 就可以更换或者辞退掉原有的物业 实行我们的居民自治 我们看到已有一些小区成功辞退了物业 新兴之火可以燎原 必将燎原 好了谢谢各位观看 再见